做父母的常常要注重 把小孩拉回來 柯震東的這句話 讓柯霸掏錢買片 為而露屁 背後原因加了洋蔥 我看你們要過濾喔 帥的才能剝 帥的就要剪 那這樣全部都可以剝啦 柯震東六年前作品 打噴嚏解封 再到幕後攻城就是柯霸 開公司啊 然後直接打片拿回來 那這個是柯霸自己這樣決定的嗎 沒有 幾年前其實柯震東有跟我提過 他很喜歡這個打噴嚏 但是因為當時的 各方都說還在努力 要讓他順利的先上 那個時候知道 可能上不了了 那到了去年才覺得幫忙 從中我們才很順利的在 幾個月內把合約簽 柯霸一直想要把它買回來嗎 那是因為柯震東喜歡 喜歡 那時候就覺得如果可以 那你希望這個片子可以順利的說 對 那很多年前 我應該是做的比說的比說的 做風格常常要提總把小孩拉回來 對於寶寶做這件事 他覺得很感動的嗎 會講的啦 不會講喔 他們兩個不太會講 反而這樣偶爾會透露一點 那我撒嬌一下 不是撒嬌 會講一下說 啊謝謝啊 對比較甜蜜 卡卡是不太會講對不對 還會跟媽媽嬌呢 嗯 我一個卡卡卡 我就常常吐到他身上 他們兩個從小就被我 我覺得這個父母跟小孩的接觸跟 情感的配慮啊 我覺得肢體接觸非常重要 所以我強迫他們從小就 我第一個長得太可愛的小時候 我就抱著他親抱著他這樣 連肉都想捏一捏這樣 然後就一直維持這個習慣 就一定要親臉親嘴這樣 那現在還會親臉嗎 這樣還會親嘴親臉嗎 那他們反應 他們應該沒有反應了 他們只能介紹 嗯 嗯 嗯 他們兩個遇到錯就都比較少光彩 其實心情好不好 一直上去就知道 但是我不太問 阿東歷經事業低潮再振作 可怕幹嘛看著眼裡 他挑劇本 他有一道他的邏輯會搞太多 有很多劇本來找他 他自己推掉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這個劇本看起來就是不夠好 他只是對他邏輯 所以我們很尊重 那經紀人就會覺得 你不能這麼久不曝光 他自己就覺得 假如沒有好作品曝光也沒有用 在這晚上拍完 導演又不讓我們去探班 後來他整個的就變成一個 完全不像我的小孩 他的身體狀態 整個感覺就 我不會形容你 就是個工人 就跟他電影裡面的角色一模一樣 就是個工人 他就完全融入了 那時候有嚇到嗎 不能講嚇到 怎麼講 會心疼 這個老實說是應該的 只是做父母看 當下會心疼 我是他的忠詩歌迷 忠詩歌迷 這也是可怕的忠詩歌迷 當然 可是有沒有爸爸想要幾度 想要超越 沒有 你聽他亂講 爸爸一直想要演戲這個 一直到竹子都不知道怎麼哭 就我每次要接一部他就說 有沒有死我 沒有啦 我在鬧他玩的 比如說 凱凱是第一部戲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去 客串他爸爸嗎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你根本不知道 他會不會哭 但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兩個是親子 是爸爸跟兒子 所以當舊把他來要我 的時候我一口就答應了 我既然沒有演過戲 而且很尷尬的 在這麼多人面前要脫 對 那我答應的理由 就那麼一次就是 這個是對我來講 是一個直播反面的解釋 你不敢看不紅 將來我也會記得一輩子 我曾經跟我兒子 在戲裡面演過 父子 愛 這個勇敢的你好像 對 對耶 你會接到一個很棒的節目 對耶